与郑操回忆录 第五章 挺进东北 一 随远前线 抗日战争的胜利 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 蒋家王朝为了维护独裁统治 从峨眉山上下来 采取各种阴谋手段 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扶元辽阔 资源丰富 工业发达 重工业占当时全国的百分之九十 另外 这里北靠苏联 西街蒙古 东与朝鲜毗邻 南与华北解放区接壤 并与山东半岛解放区 隔海相望 蒋介石深知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 因而拼命与我党争夺 他利用美国的海空援助 派接收大员 占领大城市 对汉奸 伪军土匪加以委任 作为他的先遣部队 同时抢运重兵 并利用和苏联的条约关系做掩护 与我争夺大城市 而我党在北满 有抗日联军长期活动的影响和基础 南满与济热辽根据地接壤 我八路军主力已抢先进入南满 我党我军已经构成先入为主的形式 8月9日 苏联出兵东北 我党力争控制东北的时机随之到来 8月11日 朱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 并准备接收日满迪韦军投降 命令我率部由山西 随远县地向查哈尔 热河进发 张学斯所部 由查哈尔县地向热河 辽宁进发 万亿所部 由山东县地向辽宁进发 现住河北 辽宁边境之里运昌部 即日向辽宁 吉林进发 当时开往东北的 有里运昌部5000余人 配合苏军作战 8月14日 晨 我和孙志远由延安出发时 即电令第一分区马仁星带37团赶往随远 协同五分区瑶折部队攻占归随城 32团和二分区的36团立即集中待命 在大反攻前夕 禁随解放区 由于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扩大解放区 缩小轮县区的指示 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 全区的面积由1944年7月的83100余平方公里 扩大到87700平方公里 人口由198万增加到215万多人 近西北地区 在对敌连续发动了战役攻势之后 敌人在我根据地内盘踞的城镇据点 已为数不多 敌人占领的公路线 除兴 县 静 乐 太 元 坟 阳 坟里 石 三线外 已全部被我夺回 大青山地区 则从敌人手中挤 回了地盘 夺回了主动权 并胆走了侵入解放区的副作义部队 是随西 随中 随南三块游击根据地 完全恢复 在此期间 我军在不断胜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 战斗力大大提高 对敌斗争经验更加丰富 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民兵由1944年冬季的37500人发展为52000人 到8月下旬 全区民兵已达10万人左右 地方武装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此外 在敌战区城市中的秘密工作和伪军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些情况表明 几年来所进行的整风 生产 练兵等各项运动 已经在对敌斗争中得到了光辉战果 为大反攻准备了条件 朱德总司令的反攻命令发布后 隙随解放区军民和各解放区一样 立即开始了对日寇的大反攻 进随军区的主要任务是 向敌战城市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的进攻 与禁忌鲁域和禁察忌两大解放区密切配合 力争占领太原及其以北的同埔铁路 占领龟随及其以东的平随铁路 堵截与消灭北范的延熙山丸军与东范的副作义 马战山丸军 大力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参军参战 扩大与加强野战部队 以适应主力兵团集中作战的要求 积极壮大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 配合主力兵团作战 从各方面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工作 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全面内战 8月11日 禁随军区向敌人发出了最后通牒 促令禁随解放区境内敌战区城市及据点的日伪军 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并于限定时间内 将全部兵员 武器 装备 运输工具 及其他作战物资 连同所开具的清单 交与我军 我军对投降官兵的生命财产 则给予安全保障 如逾期不降 则必遭全奸的命运 禁随解放区的 反攻于8月11日 从南 北两县同时开始行动 向同仆 平随县奋勇前进 猛扑敌人占领的战略要地 打击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南县反攻进军以太原为中心 在同仆路西侧展开 我军在太原市周围 拔掉许多敌人长期盘踞的据点 并曾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 太原县城 北县我军指挥部 根据禁随军区向平随路进攻 并迅速占领归随的命令 立即命令随猛区 我军自铁路以北 向归随挺进 这时 禁随解放区前线的 我军主力全面出动 正在闪干宁边区 执行着保卫边防与核防任务的部队 也都立即奉命 依次向进西北进发 星夜赶往前线 参加反攻作战 禁随部队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 大大激发了全区人民的斗争热情 度过了八年艰苦岁月的边区群众 无不欢欣鼓舞 反攻部队路过的地方 沿途人民群众敲锣打鼓 鞭炮齐鸣 他们将鞋袜和各种干粮塞进战士的挂包和口袋 把茶水送到战士手中 热情地鼓励自己的子弟兵勇敢作战 多杀日本鬼子和汉奸卖国贼 朱德总司令命令 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 如遇敌尾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 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军区部队坚决执行了朱总司令的命令 发动了席卷前线的禁军 破令敌尾放下武器投降 我军在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 反攻作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到新县后 集合孙志远 许光达带32团和36团赶往隋远增援 到达隋远的清水河县 首先解决了马战山的土匪部队 前进到梁城和马仁星会合 得知27团已于18日攻入归隋城内 伪军已准备交枪 副作义的先头部队 一个军到了归隋 另一个军已到归隋以息 在萨拉齐和我警戒部队接触 打了一天 此时归隋城内伪军又反悔并拒绝交枪 此时我军前后受敌 随即撤出归隋 占领和林 梁城县城 主力会合后 在梁城消灭副作义 暂便一一是一个团 又先后攻占 近北左云 右域等城 从8月11日至21日 我军经过十天反攻作战 已经逼近归隋 太原两城 及平隋铁路两侧 敌人在我各路反攻部队的威逼之下 不得不放弃小据点 向大据点集中 而日军更向大 中城市收拢 北线日军向大同一带集中 南线日军则向太原 坟阳 平遥等地集中 以逃避被我各个奸掠的命运 在此期间 我军共克城市22座 进行了669次战斗 毕伤敌尾军7253名 俘虏9220名 小货马2803匹 步马枪6790支 短枪183支 轻重机枪363挺 冲锋枪327支 各种炮23门 各种枪弹 657537发 执行任务中 我只占员1336名 英勇牺牲 负伤者3796名 在后方 边区农村中 8月15日深夜 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所有的村庄都沸腾起来了 各村男女老少 都像过春节一样 迎接这一胜利 年轻的农民敲锣打鼓 一直到11日的早晨 沉寂静明 一片欢腾景象 但是战斗还没有完 要获得完全胜利 还需经过艰苦的战斗 民兵们勇敢地喊起来了 收日本人的枪去 便自发地展开一个参战运动 人们把这当成抗战暴国的最后机会 青年人争先报名参战 反攻的消息一到 新县胡家沟的刘志棠等四个民兵 就向吴委会要求 自愿上前线 请求批准 村里25个民兵 就有16个报了名 吕家湾一个16岁的小民兵 怕人嫌小 亲自找到区长 请求帮助他上前线 新县的劳动英雄胡生送他折儿胡二本走时 告诉他 抗战胜利只剩下一战了 年轻人 快去吧 这是最光荣的 许多青年人 怀着复仇的烈焰去参战 新县四驱张家湾民兵援引权 一九四年冬天 敌人把他家十二口 杀得只留下他一个 如今 他要去报这一笔血海神仇 他咬紧牙关说 报不了仇不回家 甜牛的父母 也是那年被敌人杀死的 那时他才十三四岁 他报名时 激动地向乡亲们发出誓言 现在我长大了 机会等到了 我一定要为父母报仇 临县陈家庄陈有云 送他折参军 咬住牙齿告诉他 记着蒋家沟惨案 一九四二年 敌人扫荡蒋家沟时 杀死了五十多个老百姓 现在 时候到了 他们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不到十天 新县便有七百多名兵报名参战 保德在七天中 也有二百五十人参战 三分区有三千名兵报名 到八月下旬 第一期名兵参战的 既有一万五千名开到前线 他们在前方打得很好 极英勇地配合了正规部队作战 全边区人民都支援大反攻 紧新县人民 在九月八日至十六日的八天中 就运送十万斤军需品到前线 保德林遮余妇女 赶奉战事免衣 一天完成四天的任务 援助可兰的部队开到前方 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 便发动了三万五千个攻 给部队收割三万四千多亩庄稼 一切为着支援前线 全体人民都献出自己的血汗 前线进展极快 在我全部占领 丰镇至龟随间平随县 核心 县 静 乐 公路沿线地区后 近随边区形势便以大为改观 随远黄河以东地区 大不敌尾据点被我扫除 广大人民获得解放 在近西北 北起左云 右域 南起离石 中央 十楼 长约千里 东西五百里至广大山越地区 以及随盟大部分地区 彻底肃清了敌据点 纵横交通 畅行无阻 部队乘胜深入境中 近北平川 全部破底 同仆线对巨响敌为展开坚决的打击 中央军委决定 近随军区部队统游贺龙 李锦权指挥 同时 近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 抽掉一部分部队和一批干部 由我和林峰率领向东北挺进 打回老家去 由李锦权任近随分局带书记 张家夫为副书记 在攻占左云 右翼等城后 接军区转中央电告 要我带队到商都去和苏联红军联系 接取苏军缴获的唯猛军武器 10月中旬 我带队到达商都 和苏军会合 接收了武器 在商都接到中央来电 令我先带一个团 赶往东北沈阳 遂于10月中旬 带32团和马仁星 开往东北 先到张家口 和聂荣真同志见面 汇报了在随远作战 以及副作义部队的情况 在张家口休息两天 继续向东北前进 二 在沈阳 我离开张家口后 金康庄 延庆 怀柔 古北口 热和 陵园 锦州 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 金市长朱其文 给找一所为满军官的房子 稍事休息 即到东北局办公地点 会见彭真 林峰 萧敬光 武修全 业绩状等 彭真向我谈了作战方针和任务 主要是依靠官内来的一万干部 十一万部队 配合苏军占领东北 保住沈阳 距离于山海官内 要我带来的部队 进驻沈阳 一面扩大部队 一面保卫沈阳 到沈阳后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 已经正式成立 林彪任总司令 彭真为政委 罗荣华为第二政委 程子华为副政委 我和李运昌 周宝忠 萧敬光 为副总司令 萧敬光兼参谋长 武修全 为第二参谋长 同时成立东北局 书记彭真 组织部长林峰 那时东北形势还很混乱 我们进入沈阳时 街上不时有枪声 我们便配合苏联红军 维持室内治安 在沈阳 日本关东军多年积存大量粮末 被俘 武器 弹药的仓库 被苏军打开 给群众发放粮食和被俘 在混乱中 也有人边拿边抢 当时东北的群众 处于极端饥寒贫困之中 大量开仓 大家难免连拿袋抢 一片忙乱 我到沈阳带去两个团 扩编成两个旅 保安一旅 和保安三旅 因为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 只承认蒋介石为合法政府 拒绝以八路军名义 庆祝大城市 雇用保安旅名义 后来又扩大组织了矿工编入部队 这些矿工 都是被日军从关内抓去东北的劳力 其中许多是冀中人 他们热切盼望冀中部队到来 踊跃参加 到沈阳不久 即收编高尚兵的维匪杂派军二三千人为保安二旅 高尚兵系东北军救部被委认为保安二旅旅长 我派零五带二十多名干部去做政治工作 掌握部队 当我军撤出沈阳时 二旅只带出四五百人 当即缴械遣散 为扩大部队培养干部 成立了军官学校 接受委满军官学校的学生 我兼校长 周桓任政委 徐鹏南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徐鹏南元系委满军校副校长兼教育长 我到沈阳后 根据东北局指示接见了他 争取他为我们工作 还有不少东北军旧部找我联系 要求参加工作 在沈阳住了一个多月时间 工作异常紧张忙乱 连续外出 到北陵 东陵看飞机场 准备接收和布置部队驻守 到本溪 辅顺 了解日寇在军中抓来的壮丁当矿工的情况 准备吸收扩大部队 到辽阳 看日军仓库 接收日军枪 炮等武器 到安山 了解逃散日军情况 和李天佑一起到银口 了解国民党军队 准备从银口登陆情况 计划在银口阻击 查看辽南地形 准备国民党军队 如在银口登陆 在辽南阻止其进攻沈阳 11月下旬 因苏军履行条约义务 决定 把沈阳交给国民党 为此 我军被迫撤出沈阳 为解决这个问题 东北局在铁锡召开会议 由彭真主持 决定成立东 西 南 北满四个分局和军区 发动群众 建立根据地 力求控制中小城市 和次要铁路 南满有陈云 萧华 东满有周宝忠 林峰 北满有高岗 张文天 西满有李富春 我和张平化 西满军区同时决定任命邓华 为辽宁军区司令员 陶铸为政委 倪智良为辽北军区司令员 郭树胜为政委 曹李怀为陶东军区司令员 郭峰为副政委 另外 组织了以张荣为书记的蒙古工作委员会 专做蒙古工作 三 在西满 我代保一旅 和一个警卫连改编的特务团 和李富春 张平化 一起离开沈阳 金发库到郑家屯 建立西满分局和军区 开辟西满根据地 并准备逐步向白城子 七七哈尔方面推进 保三旅 已随东北局 从沈阳向东撤退 保一旅离开沈阳后 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 市长马仁兴 留在法库归邓华 逃助指挥 西满分局第一次会议 是在郑家屯召开的 主要内容是 划分地区 划分四个省 辽西 嫩江 北安 新蒙 并决定进行土地改革 除奸反罢 肃清土匪伪军 这次会议 有李富春 我 张平化 倪智亮 郭树深 杨逸臣等参加 会后 部队 就逐步向白城子 骑骑哈尔北上 一边走一边 从国民党委任的汉奸 伪军 土匪等散兵游泳连续作战 发动群众 清匪除霸 一边扩大部队 西满地区 主要是指 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县以西的陶安 开鲁 复兴 双辽 浮渝 乌兰浩特 和齐齐哈尔 齐齐以北的北安 黑河等地 人口大约有770万 西北贯穿小新安岭 北安至王爷庙 乌兰浩特 海拉尔以东为盆地 法库至北安是平原地带 齐齐哈尔以北 是大波浪起伏地 西满基本是农业地区 有著名的产粮地 克山 克东 拜全 及三兆 兆东 兆园 兆州 浮渝等地 工业主要有粮食加工业 靠森林地带有火炬 及电锯 黑河的金子 新安岭的牧村 历来是很有名的 西满分局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惊醒市东北局成立了西满清算动员委员会 分局同时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反间清算运动的指示 指出争取东北的当前集物就是要放手发动东北人民以东北人民自己的力量最彻底的摧毁日伪法西斯的统治 同时也就是削弱与国安结合的社会基础 发动东北人民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就是广泛的发动各地人民进行反日伪统治的清算运动 从清算日伪的公产 公款到清算 借日伪 政治经济势力作恶 发财 为人民所痛恨的日伪战犯 汉奸 特务分子 运动中可以环绕解决组织人民 建立人民政权 扩大人民武装 解决财经诸问题 要使清算运动成为各地城市与乡村的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的广大群众运动 按照西满分局的指示 西满地区纷纷开展了群众性的清算运动 在清算斗争中 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 成立了平民会 加强了政权建设 发展了党的组织 日本投降后 西满地区土匪甚多 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建设 当时 景嫩江 黑龙江地区的土匪 既有光复军第三军 部下辖七个旅 约有一万八千余人 活动在黑龙江 嫩江各地 如临殿县城内 驻光复匪团长林少林部 及卢仙州旅一部 共四百余人 富裕县城内 驻有光复匪军东霸天旅部 约有百余人 另有二三百人 驻成西亚州 龙安桥一带 光复匪军 上其越残部约二三百人 驻骑市长沟屯 附近有青龙部二三百人 灵殿 富裕和骑市东部集结的土匪 豹自游老克登山好四海 新中华等 嫩江县城苏军撤出后 为光复匪军官作舟 为满军官 部所占 共一千余人 内有日军一百余人 为满军三百人 那河东南之山头 有匪和红枪会数百人 为光复匪军行献章 为满拉哈接掌 执残部 这些土匪是蒋介石的别动队 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些土匪收编成所谓先遣队 挺进军 忠义救国军 土匪头子都是最大恶极的汉奸 特务 伪军官 他们都被接收大员委认为团长 旅长 军长等职 这些人欺压百姓 抢劫勒索 甚至比日维统治时期更加残暴 坚决彻底消灭土匪 是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首要条件 西满地区的剿匪反罢斗争 在西满分局的领导下 获得了重大战果 从1945年12月开始 我军经过三个月的剿匪斗争 先后解放了甘南 乐河 嫩江 泰来 龙江 景兴 富裕 林殿 布西等县城 消灭了匪军半数以上 1946年4月下旬 为了全间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匪军 成立了指挥部 刘尼智良任指挥 王明贵任副指挥 刘夕武任政委 郭树申任副政委 指挥部设在昂昂西 4月24日 第二次解放了齐齐哈尔市 歼敌三千余人 缴获了大批武器 活捉了光复匪军旅长张柏潘 1945年底 黄克承帅新四军主力到东北 经锦州 一线到复兴 1946年1月 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复兴 他率新四军八旅 及三个特务团北境 消灭了驻通辽城内的伪军 进驻通辽 新四军三师的十旅和独立旅 仍住在复兴 异县一带的农村 黄克承进驻通辽后 即到西满分局 把新四军三师师部 与西满军区合并 黄克承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 肩负政委 黄克承到郑家屯西满军区工作后 我急于春节后去府顺 到东北局开会 并与张学思 周环 准备和国民党谈判 黄克承是长征的老同志 带的老部队人多 战斗力强 能打硬仗 我感到他任父职不合适 于是向东北局建议 黄任司令员为宜 后经东北局研究同意 并要我到总部主管 后勤运输 但黄克承任司令员 一直没有下令 我名义上仍是西满军区司令员 直到1947年3、4月 正式下令 我到总部 兼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国民党军队进攻复兴时 林彪帅山东部队的一 二两个师级新四军三师的七旅 进到法库地区 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在法库境内 当我们途径法库时曾遇到林彪 陶柱 谈到黄克承部队和李运昌部队的改编问题 林彪主张把李运昌带的部队编掉 散布新兵新枪 老兵老枪的不满论调 因为李运昌部队去得早 人数多 新兵多 骨干少 黄克承部队到的晚 未能大量补充新武器 及新兵 老兵多 骨干强 是客观情况 李福春和我的意见 两个部队应该混编 团结互助 取长不短 争论最后没有结果 虽然没有采取 编调李运昌部队的办法 但也未能实现两步河边 1946年2月 我到辅顺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 不久即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 我代表分局 汇报了西满分局成立以来的工作 汇报提纲 是今分局复春等同志研究的 我讲了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 西满情况及工作方针 由于东北工业交通发达 特别由于日寇军事上的统治 经济上严格的配给制度 农村经济极为贫困 守工业破坏殆尽 乡村物资原料大部集中城市 城市人口相当集中 现因战争关系 工业一步已破坏 大部停滞 工人大批失业 工业用品很缺乏 当年秋后农村剩余粮食无法运出 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现象正在发展 因此我们在东北建立根据地 第一必须力争控制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 以便开展广大农村工作 第二必须迅速切实的放手发动广大乡村 来巩固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的控制 恢复农村经济发展手工业 改善农民生活 发展中心城市轻工业 吸收失业工人 并开辟对外贸易 有效的包围孤立大城市 单纯的城市观点是不行的 而单纯依靠乡村小部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 与单纯以农村及粮食为基础的财经观点 在东北也是很难以形通的 第二 东北人民在敌尾十四年的法西斯政治经济的压榨下 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过去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也叫缺乏 中间力量阶级比关内要大 因此 我们目前必须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方针 坚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 争取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到我方面来 现在要以民族斗争的口号及肃清敌尾残余的反监清算运动作为发动西满人民起点 广泛吸引与照顾中间阶层参加 以基本群众做基础 包括各阶层人民 发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 第三 国民党在东北有其政治影响与合法地位 有其社会基础 特别是敌尾官僚 陷阱 汉奸 特务 日寇投降后 国民党以长春为中心 到处欺骗群众 进行特务活动 组织反动武装 今后一个时期的活动及影响会更扩大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但另一方面应估计 国民党过去在东北并无多大基础 二三越来的行动已开始在群众中暴露其真面目 只要我们能与人民结合 能具体地揭发国民党罪恶 善于等待与启发人民的觉悟 国民党渔民的实质 在东北不但就要全部暴露 而且 人民对其盲目正统 也能迅速打消 在东北目前对国民党的政策 应当第一紧握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 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 广泛开展反内战的运动 并要向群众说明 国民党终究还要进行大规模内战 我们要与人民共同起来自卫 第四 我们在东北 有长期奋斗八年敌后抗日 与首先出关 配合红军解放东北的广大影响 有比国民党要大的军队 以控制广大地区 群众开始发动 而国民党虽以插长春露等有利条件 但有很大困难 从对东北人民的政策 现在力量的对比与时间的可能上 与全国斗争配合 并求得与苏联政策密切配合 我在东北争取优势的可能是 完全存在 自然我们是有许多困难 甚至严重困难的 但这些困难 还不是决定的 因为当前的基本问题 决定我们如何迅速克服自己存在的严重弱点 力争时间迅速的适当发展主力 与发展干部力量 在三个月中 与国民党作斗争 扩大与巩固控制地区 发动群众 整编部队 消灭土匪 极有计划的解决财经任务 奠定根据地相当基础 与三十万大军的战斗力量 即可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要使干部了解 自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日寇投降 八路军出关后 东北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个广大的解放高潮 我们在这高潮中扩大了部队 收集了物资 与东北人民见了面 但是到我们长春县撤退后 第一个东北人民的高潮已过去了 现在只有靠加强自己 正确地把握政策 放手发动群众 造成东北人民的第二个自发性的群众高潮 使我们真正与东北人民结合 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 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第五 西满地区接近地广仁西的广大蒙古地区 而与热河相接 战略地位很重要 满中地域比较狭长 除铁岭 复兴 北漂煤矿与榨油制酒清工业外 工业不发达 除粮食及部分棉花外 尚未发现日伪其他仓库 而长春现物资均大步东运 经济基础与后方建设基础均不强大 兵团的集中活动与补给较困难 因此 西满工作还应特别注意 力争控制由齐齐哈尔治大虎山的战线 保障西满军事的机动与经济发展 并努力建设骑兵 努力开展蒙古工作 保持辽西阵地与巩固的后方 与继热辽保持密切联系 为共同保卫继热辽与西满斗争 经济上力争自力更生 发展工商业 但又要得到东满 南满 北满的帮助 西满地区 特别继热辽地区 为敌我必争之地 必然艰苦与困难 要准备长期坚持斗争 当时 林彪反对占领城市 并批评以彭征为首的东北局 单纯军事观点 留恋大城市 高岗的说法是 要脱下皮鞋 穿上 到农村去 我认为按当时情况 如果不占领城市 饭都吃不上 穿不上衣服 弹药也没有 如果我们刚到郑家屯途经农村时 就没饭吃 还得到日本开座团那里找饭吃 我们当时吃饭 穿衣 扩冰都需要依靠中 小城市和赐药铁路线 农村重眠无衣穿 重粮吃不上 甚至连碾膜都没有 但同时 在农村要发动群众 除奸 反霸 轻匪 组织生产 解决群众生活 我没有到七七哈尔工作 正式调离西满分局 是在1946年八九月间 我认为 西满分局执行政策 没走多少弯路 工作是有计划的稳步前进 西满地区 当时是很重要的 是通向官里的一个大门 输送干部 来往部队 铁路运输 都要经过这里 西满分局的工作 当初主要是傅春 我和张平化负责 领导班子团结一致 重大问题经过充分讨论 工作亲自动手 讲话 起草电报 报告等都亲自动手 一般不用秘书 我们都直接下去发动群众 和群众见面 主要是傅春同志为人正派 忠厚老练 党性强 雇权大局 凡事好商量 民主作风非常好 那时我和傅春同志说 我可给你做个不熟练的向导 大政方针有拟定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 我向他讲到没合口会议精神 傅春同志说 没问题 那个汇报提纲 总结西满分局三个月工作提纲 是分局的一致意见 而林彪却武断地指责 我那是给人家抬轿子 至文革前夕 甚至乌指彭真 林峰和我为桃园三结议 继而编造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 诬陷迫害 捉连了大批革命同志和家属 四 在哈尔滨 没合口会议之后 我随东北局到吉林住了二三日 这时 周保中部打下了长春 于是东北局又转移到了长春 支援四平作战 我已负责管后勤运输 保证前方的物资供应 彭真告诉我 附带查看长春周围地形 准备林彪 罗荣环回来实汇报 林彪根据毛主席指示来电报 要马仁兴和万一带部队去保卫四平 四平固守以后 虽然撤退了 却杀伤敌两万多 我伤亡八千多 国民党已经再无力北进 国民党原以为 我军只能打游击 不能正规作战 尤其不能守城 四平顽强固守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许多国民党人表示 不能再打了 蒋介石虽然再打 企图打至长春 但也焦虑无把握 在四平战役中的具体打法 我总觉得很笨 不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术 而是短促突击 结果打到精疲力尽 才仓皇 撤退到哈尔滨 于是 国民党兵不屑任 又进战了长春和吉林 这是一战四平 第二次 我们过江后 收复吉林 绕过长春 又夺回了四平 第三次国民党反攻 我们又放弃了四平 第四次到1948年初 才最后解放了四平 孤立了长春之敌 但市长马仁兴 在战斗胜利结束时 不幸牺牲 马仁兴自从194年 率骑兵团起义 脱离朱淮兵后 我们就在一起工作 战斗 开始任冀中 骑兵团团长 1942年 武一凡扫荡 转到纪鲁狱后 纪中骑兵团和纪鲁狱 骑兵河边 留在纪鲁狱 马仁兴调任 冀中27团团长 1943年9月 又随我到靖随 马仁兴兼任 靖随军区一分区司令员 以后又和我一起 停进东北 这是一位忠于党 热爱祖国的好同志 有军事指挥才能 我们共同工作 战斗八年之久 对于他的牺牲 我是很悲痛的 林彪和罗荣环 从四平回到长春 我即将长春周围地形 做了汇报 林彪讲 部队疲惫不堪 损失很大 不能再打了 要立即撤出长春 退到哈尔滨 到哈尔滨决定由我和谭政 张秀山 松江军区政委 带杨国父的第七师 和松江军区地方部队 成立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 我任司令员 谭政任政委 张秀山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敌人进攻时 掩护我方从哈尔滨撤退 并破坏铁路 和炸毁松花江的两座大桥 和桥头堡 可是林彪没到哈尔滨 而躲到阿城 给我发电报 让我炸掉第一道松花江桥 林彪还命令我 如果敌人进攻 让我们带部队向东山里撤退 哈随线以东 第二道松花江桥 也埋了炸药准备炸掉 后来虽然没炸 但对桥机损害很大 六月初 撤销了松花江司令部 我集会哈尔滨 仍做铁路工作 林彪不久 又回到哈尔滨 召开了东北局会议 这就是1946年夏季 他提出部队要撤退到苏 朝边境 他把当时的东北形势 说成一团漆黑 并向中央发了电报 当时我和郭树生 古大存等 都不同意这个估计 我们认为 当时东北形势还是很好的 因为当时东北化为九个省 有五个省在我们手里 铁路占一半 土地70%在我们这边 在我们控制下的人口 有三分之一 一千万人 兰滨四省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还不在内 有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 国民党军队 没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 不敢出动 后来党中央 毛主席的回电 修改了他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1946年八月间 我去七七哈尔西满军区交代工作 从哈尔滨出发 没走出多远 突然从路旁高亮地里 窜出一伙政治土匪 冲我们乘坐的轻油车猛烈袭击 把油桶给打漏了 子弹从头上穿过 警卫班长焦士奎当即带上两三个人 激紧地跳下火车 向高亮地里飞跑 敌人随即全力追赶 这样转移了敌人的目标 司机是为上了年纪的老工人 勇敢沉着 虽然轻油所剩无几 还是坚持开到了对青山车站 车开动加速前进脱险后 我们才发现 身旁扶手在座椅背上的警卫员傅景春 已经重担牺牲 我身边的毯子被打了十几个洞 当时就地掩埋了傅景春的遗体 以后 当地政府又重新整修了陵墓 对青山是离开哈尔滨后的第一站 我们立即从哈尔滨陆局 要来了一列装甲车 焦士奎他们跳车后 一口气跑到哈尔滨 下午又跟上装甲车赶到对青山站 接应我们继续前进到七七哈尔 完成工作后 回程装甲车开往北安 途中又遇上土匪骑兵 马贼 袭击 经我用炮火 机枪还击 即被打得溃散逃窜 当时 国民党收边监特匪贼 遍地为患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 秦承志从沈阳来到哈尔滨 秦承志元系我在东北讲武堂室同学 曾参加西安事变 思想倾向进步 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 他来哈尔滨是探视富商被俘的长春警备司令陈家珍 经过军调小组我方驻沈阳代表武修全来电 东北局同意给陈家珍送来药品并商谈释放问题 东北局指定我出面接谈 见面后秦承志对我说 碧芝 你这条路走对了 我说 你也可以走吗 秦承志说 他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患得患失 又有加小累赘 我说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家属吗 他也无话可说 在秦承志留哈尔滨期间 我曾拿着成功部调查的东北享武堂同学路 指明问秦承志关于一些东北军人的情况 据秦承志说 绝大部分不带兵了 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挂个高参名义混饭吃 问到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 秦承志说 周福成到缅甸作战 贪污了不少经条 存在香港 周福成又是陈诚的同学 跟国民党是跟定了的 关于秦承志看陈家珍 以及商谈是否释放问题 都是我介绍给成功部长李立三经办的 8月10日 美国宣布调处失败 秦承志向我提出要乘最后一班飞机 赶回沈阳 此时商谈释放陈家珍问题尚无结果 临走时对我说 到北平找点事做 他家住在北平 以免将来共产党军队包围 沈阳时当俘虏 1948年 我军解放沈阳时 秦承志真的当了俘虏 以上秦承志来哈尔滨 原属正常的成功工作 一清二楚 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 竟被说成 秦承志来哈尔滨策反 误我叛党投敌 1947年春天 邱丽亭派金之喜持信来看我 提出要做东北军五十三军 和王兆骑兵师的工作 我把他介绍给成功部陈州那里联系 秋季派看福培到沈阳区做五十三军 和王兆骑兵师的工作 我给周福成和王兆写信小以利害 要他们在作战士起义 我写的两封信 派看福培送去 看福培和王兆关系密切 他们是同班同学 秋后 邱丽亭从沈阳到哈尔滨来见我 报告他在沈阳做东北军两部分工作的情况 大包大揽说是五十三军和骑兵师 在战时都能起义 五十三军在解放沈阳时 大部分放下武器 一三师师长王李环 骑兵师师长王兆等 解放以后都安排了工作 只有军长周福成被俘后关了起来 压到哈尔滨 我曾找他谈话 并吃了顿饭 周福成后来在关押期间死去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 林彪即在杭州会议上捏造所谓桃源三结议 说 彭真 林峰 吕正操 在东北反林彪 以后又炮制出一个东北叛党集团 诬陷我和张学思 谢芳等人叛党投敌 配合蒋匪军进攻东北 该案主犯七人 张学思 严宝行 高崇明 贾桃 被迫害韩冤死于囚雷 谢芳 刘兰波 因长期严酷摧残 过早谢氏 千连达七百人 加上受株连的亲属 工作人员 则不下数千人 姓吕的也糟了样 我的一个堂兄弟头上 就被钉钉子 说是自杀死了 西安事变前后 在东北军地下党 及东北旧王总会工作过的领导干部 统统被打成叛徒 特务 通敌 策反 向辽宁的赵卓华 被问及之不知道桃源三结议 他说知道 就是刘 官 张 狐狸糊涂 被打成叛党集团成员 这个案件矛头 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 他们说东北叛党集团以我为首 要说为首 应该说是刘兰波同志 因为这期间 东北军党的工作 主要是刘兰波负责 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五 转向和平建设的年代 自从离开西满 直到辽审战役胜利结束 调来中央工作 三年时间 我在东北主要是负责铁路修复和运输工作 刚刚解放了的东北大地 到处是战争的创伤 铁路被破坏的白孔千疮 大部分线路被拆毁 桥梁 寒洞多处遭破坏 通信 信号 给水 战舍等设备都遭受了严重损坏 经大力抢修 到1946年6月 东北解放区的铁路通车里程已有4690多公里 这些铁路均由各地方铁路局分散管理 东北局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 更好的支援前线作战 1946年7月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 任命我为总局长兼政治委员 于光生 郭洪涛 黄一峰 马军 陈大凡等任副总局长 陈坦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 东北铁路总局改称 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 广大铁路工人 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他们在党的领导下 发扬了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刻苦心家 日夜奋战 克服了器材不足 粮食缺乏等种种困难 抢修铁路 复活机车 车辆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 解放区的铁路线也逐步延长 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 铁路员工们提出 解放军打到哪里 铁路就修到哪里 火车就开到哪里 到辽审战役前 东北解放区 又接收和修复铁路 5700多公里 通车线路里程达 9818公里 占全东北通车线路里程的98% 修复机车 885台 这就为支援战争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春 我军开始过松花江 向国民党军反攻 此时铁路工作 重点放在修复哈尔滨以南的铁路 和松花江大桥 首先是搜集和修复钢轨 修复铁路 到下半年 为了修复松花江大桥 因技术和器材均有困难 以林彪和我的名义 给斯大林打电报 请求援助 斯大林很快就派其交通部长 科瓦略夫带一批工程师 和一个桥梁工作队 带着全部装备到哈尔滨来 援助修复松花江大桥 1948年 东北我军大举反攻 转为大举进攻 铁路和松花江大桥 均已修好 当年 在东北铁路工作的苏联同志 特别是中长陆如拉夫廖副局长 在建设人民铁路 支援战争中 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这种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48年8月下旬 东北铁道部 接到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的紧急命令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最秘密的情况下 把在东县的东风 大兴镇 西安 金辽园 烟囚山一带的三宗 炮宗 二宗五师 和六宗十七师 迅速运送到西县的新力屯 西复兴等地区 出气不意的 给敌人以打击 为保证前线作战的胜利 关系到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胜负 党委决定全力以赴 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保证 这次军运任务的胜利完成 随即迅速 周密地进行运输准备工作 为了保证这次军运的秘密指挥 东野总部和东北铁道部 联合组成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 在梅河口铁路办事处 郑家屯铁路分局 设立运输分委会 军铁双方又在装卸车站 及主要中间站 派出特派员 全权指挥一切装卸 及车辆调配 随时与分委取得联系 分委则随时与总委取得联系 并坚决执行 由总委下达的东野总部 与东北铁道部的各项命令 这样 不论总委与分委 均指定了专人负责 使各铁路线调度指挥工作 得以在严格保守秘密 又十分复杂的战事情况下 既高度集中统一 又机动灵活 有条不紊的进行 当时 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 在连续遭到我军打击后 已被我包围在长春 沈阳 景州 和北宁县 几个孤立据点内 东北广大地区 也已经控制在我手中 但是铁路东线的 梅河口至四平段 西线由四平到郑家屯区段 开通到西复新区段 都在迪基空袭范围之内 其中 郑家屯 张武 新立屯 至西复新一带 是迪基的重点轰炸区 每天从早到晚 迪基频繁轰炸扫射 袭扰不停 而由梅河口起进四平 郑家屯到新立屯 西复新区段内 每天通过能力 只能容纳六个列车往复 而且列车编组不能超过32辆 我们根据这些情况 与部队密切协同 打破平时运输的常规 商定了编组计划 装卸车时间等事项 坚决把参战部队 按计划集中在一巡内 全部运往前线 首先是必须把郑家屯 西复新间 各站停留未卸的重车 740多辆 在大规模均运之前 卸后排空 东北铁道部下达指示后 各站立即行动 很快将重车全部卸完 把空车排送完毕 另方面 为保证前线通信畅通 在器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把通辽 西复新间 刚刚修复的通信线路 从原有的三队 临时增设为四队 并安装了区间电话 和直通电话 其其哈尔 西复新间的电报业务 也抢在9月上旬开通 在此期间 吉林局动员职工群众 更换扶修枕目 六千四百一十三根 导固线路六千九百三十米 并将被破坏了的 大兴镇的站台修复 为了便于部队兵员乘车 粮食 但要等坐站物资装车 东北铁道部 从哈尔滨调拨一批钢板 给个前沿装车站 后方个铁路局 为了保证军运列车运行安全 千方百计 减缩管辖区内 运用机车的封管 拨出二千三百四十多根封管 和一批胶皮电圈 使军运列车 全部按上了制动封管 当时运用机车极其紧张 总局想尽一切办法 给郑家团分局 吉林局配备了足够的运用机车 最后 东北铁道部 对这次军运的组织领导 和人员配备 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梅河口 四平 西复新一县 刚收复不久 特别是张五以南地区 职工缺缘很多 成分比较复杂 繁重的军运任务 又落在这样的地区 东北铁道部 下决心 从各局抽掉一批工人 干部 充实了这一地区 仅齐齐哈尔局 就调出一千二百多名 政治可靠 有业务技术经验的工人 干部 分派到西县各站段 其 几两局的主要负责同志 都亲自到前线指挥运输 每个站都派干部具体指导 每趟列车 都有干部天成 如齐齐哈尔局局长黄夺 亲自到郑家屯分局组织运输 郑家屯分局长廖施权 郑伟尹诗严 分别到张五 西复新 就近指挥军运 吉林局副局长孙卢光 到梅河口坐镇 郑家屯分局运输科长长克 副科长何滨 和四平办事处主任 沈颖亲自指挥行车 其 几两局 还派出大批干部到列车运行的重要地点 亲自参加作业 1948年9月6日 东野总部下达命令 十日晚开始运输 东北铁道部迅速调集车辆 9日 集中车达1224辆 其中 鹏车684辆 厂车 平车540辆 9日晚 以梅河口为主 以朝阳镇 四平 吉林 西安为辅的编组站 也编好列车 部队上车站为东风 大兴镇 西安 下车站为新力屯 新秋 西复兴 同时做好了一切准备 十日晚 这次大规模军运开始 军列案计划正点发车 当前行列车已驶进四平站时 突然接到东野总部集电 命令连夜将已经发出的两个军列 立即返回原地下车待命 同时 将已经停运的混合列车又恢复运行 这是东野总部为了迷惑敌人 防止暴露目标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十二日夜晚 军运列车要按计划开始运行 这次运输中 西线郑家屯 张武 西复兴 东线梅河口 四平站是关键地区 敌人的飞机不但白天来 夜间有时也来 四平最多一天达72架次 这两个站和沿线的运输一线员工 为了保证军列不被敌机发现 夜间都是采取无灯火作业 班道员班完道 为了确认倒叉是否密贴 还要一次用手去摸 以保证军用列车及时安全地 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 军运开始后不久 辽西大雨连绵 西辽河大水猛涨 水位比最高的1946年 还超出一米多 前家电区段的线路 被水淹没 水势凶猛 线路状态不明 不知路基是否冲断 在这关键时刻 通辽工务段段长乔子龙 以大无畏的精神 用手煮着木棍 蹚着大水 顶着激流 在前边一步一步地探查线路 慢慢地引导机车 把军列安全送过被淹曲断 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 和复杂的战争环境下 长距离 短时间 大规模的运送兵员和装备 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这在现在看 也是难得的 严守秘密 在这次军运中 做得也很成功 运送部队的列车 全用捧车 列车出发前 车门枷锁 贴上封条 列车运行时 看不到部队人影 听不到部队声音 就连铁路员工 也不知道 运送的是什么 因此 在一线解放后 敌军俘虏说 你们攻打一线时 我们都不知道 贵军是从哪上来的 9月12日至21日 按计划完成了三纵 二纵武师 炮纵等主力部队 到达西复兴的军运任务 由于各陆局员工的努力 和军队的配合 运输速度比预想的还快 四平 西复兴间 最快的只用14小时46分钟 最慢的19小时47分 前三天全是重车单程运行 到第四天 空车开始回返 白天 没有敌机袭扰时 放行空车 减少汇车 使运行时间大大缩短 在九天之内 共运送了64个军列 把近十万大军 安全 迅速 及时的送上了辽西前线 胜利完成了我军大兵团调动的运输任务 9月28日 东北铁道部接到东野总部的电报 表扬铁路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 顺利的完成了军运任务 9月12日 辽审战役打响后 我军已突然行动 攻占昌黎及其以西地区 同时包围了新城 杀后所 随中之敌 切断了锦州 唐山间的联系 断绝了华北敌人增援东北的路上通路 形成了关门打狗的形式 9月22日 敌人发觉了我军行动意图 派出大批飞机对我方铁路狂轰烂炸 频繁袭扰 这时 我运输大兵团的空车还没返回 而西线的作战物资 民工列车 东线的炮兵纵队 后勤部队列车 共69列 又从哈尔滨 齐齐哈尔 吉林方面接连发出 密集运行到郑家屯一带 同时 按运送上级机关 列车办理的野战军司令部 政治部 及坦克团 工农学校等军列 也相继到达 挤在一起 造成堵塞 由于敌机轰炸 白天空车不能运行 夜间重车又不能按时发出 途中运行时间随之加长 29日敌机袭扰更甚 张武 通辽 辛利屯 仓土 西复兴等战 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通信 给水中断 情况非常紧迫 东北铁道部 针对上述情况 采取了紧急措施 一是迅速组织抢修 白天敌人轰炸 晚间保证通车 各个部门保证时间 不得一物 二是组织特别运输机车大队 由昂昂西 北安 把军列一直送到郑家屯前线 三市组织片面运输 当时人们叫赶阳市运输 即向着一个方向连续发车 执行这三条措施效果很好 很快疏通了堵塞 扭转了被动局面 东北铁路工人 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和刻苦心家 艰苦奋斗的战斗作风 他们是在战争紧张 物资缺乏 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 克服重重困难 完成军运任务的 东北解放的头两年 因为我们还不能给铁路工人发工资 每人每月只发给一百三十斤高粱米 维持生活 有一次 我去哈尔滨积物段 看见工人们穿得很破 寒天洞地 腿上缠着麻袋片 干活很吃力 问他们有什么困难 一位老工人说 吃不饱 干活没劲 他们就靠这一百多斤高粱米 拉家带口维持生活 坚持上班 坚持修车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 陈云同志当即决定 将每人每月的高粱米 增加到二百五十斤 这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而铁路工人们 体谅党和国家的困难 毫无怨言 他们说 为了支援前线 不给钱也干 在紧张的军运中 他们勒紧裤带 冒着生命危险 抢修被炸坏的线路和设备 经常是敌机刚刚飞走 大火未消 硝烟未散 不顾敌人扔下的一些炸弹还没爆炸 铁路工人和员工家属们就奔向现场 抬钢轨 扛枕 挑沙子 填平弹坑 铺设线路 有北安 奇奇哈尔 昂昂西 白橙子 哈尔滨 吉林等后方积物段组织的特别运输队的乘务员们 告别父母 妻子的时候 没说到什么地方 去干什么 没想是否能回来 他们只说一句 这次出城日子长 不用惦记 拎起饭盒就走 多少不平凡的事迹 就是这些平平凡凡的铁路工人和家属创造出来的 机车被打坏了 我们的司机头上顶着炸瓦 冒着敌机扫射 抢上去修 途中机车燃轴起火 乘务员冒着生命危险 蹲在机车底部拉条上 给轴香填饮油 如条坏了 他们把草带子沾上水 披在身上 钻进灰箱里去修 有的宿营车被打坏 乘务员就在煤水车顶上休息 东北晚秋的夜里 寒风刺骨 可我们的铁路工人 抱着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坚定信念 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锦州是北宁县上的枢纽 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 遵照军委指示 为集中兵力攻克锦州 东野总部决定 再从长春 沈阳方面抽调两个纵队 参加北宁县作战 正当这时 运往锦州前线的军火列车 连续被炸 连运军火的汽车也被炸起火 攻打锦州的部队 又急需弹药补充 9月下旬 东北野战军总部 和东北铁道部当即决定 在昂昂西 组织一列秘密军火列车 三五次 抢在敌人沈阳援军出来之前 运到西复兴车站 东北铁道部 立即指示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 和郑家屯分局 要趁敌机大批轰炸暂停的空隙时间 以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 确保抢运成功 三五次列车乘务组的十六名同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 9月28日 将军列开出 一路上同敌机斗智斗勇 在群众的支援下 克服了重重困难 冲破了层层险阻 经过四周夜的运行 终于在10月2日早4点46分到达西复兴前线 实现了他们临行前的誓言 人在车就在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一定要把车开上去 东野总部为了表扬他们的英雄事迹 赠给他们一面锦旗 献给三五次英雄列车 后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 给他们继特等宫一次 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他们的代表 毛主席说 向铁路工人致敬 进入10月 敌人赶到末日即将来临 对我西县的仓土 辛利屯 炮子 张武 通辽 郑家屯等站 进行狂轰烂炸 妄想切断我运输线 10月1日 柳河大桥被炸坏 运输陷入瘫痪 在这紧要关头 铁路员工为线路畅通 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当天夜里 全县员工 家属和铁道纵队战士 共同奋力抢修 经过一夜奋战 就架起了便桥 二日夜就通过两次军列 三日夜又通过四次军列 10月1日的大轰炸 使郑家屯地区的铁路 遭到很严重的破坏 铁路工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郑家屯历史上 曾是我们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战略重镇 今天 他成了铁路员工支援解放军 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铁路枢纽 从1947年5月 郑家屯第二次回到人民手里 敌人就把它视为眼中钉 每天飞机声不绝 炸弹声不断 郑家屯分局 郑伟尹诗言说 敌人 扔在郑家屯地区的炸弹 立着摆 也能摆一层 10月1日这天 整个地区被炸的一片火海 车站 电物段 机物段 都遭到敌机的轰炸 烟尘滚滚 敌机还没飞走 员工同志们 就冲上去 抢救起火的防射 抢运仓库的器材 抢救受伤的同志 机物段长边光辉 看到库廷机车友 全部被炸坏的危险 就冒着敌机疯狂扫射 迎着大火冲上去 连续将七台机车开走 分散隐蔽起来 电物段长金子元 原是齐齐哈尔电物段工人 随其局支援前线大队 来到郑家屯 在一次轰炸中爬上电杆 抢修被炸断的通信线路 不幸牺牲 解放后 郑家屯分局在车站 树立一座纪念碑 纪念为辽沈战役胜利 为东北全境解放 在抢修 抢运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金子元等17位烈士 今天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我们的青年同志 应当学习他们 为人民解放事业 英勇献身的精神 为振兴中华 贡献更大的力量 10月3日后的铁路军事运输 较前的时期更为繁重 不仅要大量往前线 运送各种作战物资 还要及时运送 随着战争进展 不断前移的各级指挥机关 后方的19个独立团 也要向四平 吉林地区集结 同时还必须准备几个列车 随时攻击总预备队的一众队 机动运输 从1日到10日 敌击白天 黑夜 不停地轰炸 4日 张古台停留三辆弹药车被炸 站内三条线全被炸坏 5日 柳河大桥再次被炸 钢梁塌落 当时 列车运行十分困难 西赴新伤病员要送后方医院 空车连续回返 一部分重车代谢 六纵实骑师应接受战斗任务 所成列车急需前进 但因大桥被炸 上下阻塞 南下重车都挤到张五一北 停留在沿途 郑家屯 通辽间有七列 七七哈尔 郑家屯间十九列 哈尔滨 七七哈尔间五列 共有三十一个列车运不上去 而四平 郑家屯间阻塞的列车 还有不少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10月4日和7日 东北铁道部与东野后勤部 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确定整个运输由东北铁道部全面负责 统一指挥 重新排列了运输次序 决定以部队 弹药 汽油为先 其他次之 为确保安全 规定每个列车所挂弹药车 不得超过五辆 汽油车不得超过两辆 并按傅春同志指示 以通辽为主 以甘骑卡为辅 接受后方到达的物资与民工 同时东野总部决定 野政 野后机关的人员和所有后方之前的民工均在郑家屯下车 徒步赶往前线 只允许作战部队 军火和被俘列车通过郑家屯开往前线 这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贯彻下去 很快扭转了郑家屯枢纽地区的运输堵塞状况 地处战争前沿的西复星车站 也被敌击炸得只有战线 没有一间防射 搬道房设在帝勋子里 战设是用羽布搭起来的低矮的帐篷 但是调度指挥 运输组织都从未间断 保证了军用列车一列跟着一列到达 卸下的草堆成了山 粮堆成了舵 至10月8、9日 从后方各地运往吉林 四平地区的19个独立团 相继到达 给一纵集结的列车 也已停留在所需地点 这个时期使用车辆之多 是空前的 以7、8、93日计算 留在张无以南的重车达803辆 公仪综合19个独立团使用的车辆 达1009辆 往前线运输的1085辆 几个大站带装的空车 213辆 共计6100余辆 在东北 我军完成了围警打员的部署以后 归缩在沈阳的廖耀香兵团 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组成西境兵团出犯新名 企图解锦州之围 廖耀香兵团出沈阳后 敌一股骑兵 窜到仓土车站 看到车站被破坏的状况 到处寻找工具 敌人抓来了仓土仰路工区仰路工人史云浦 问他工具哪去了? 他说 被撤退的人带走了 敌人说他藏起来了 逼他交出工具 他不交 敌人就打 老工人被打得浑身是伤 嘴流鲜血 还是说没有 敌人气急败坏 端起刺刀 对准史云浦的胸膛进行威胁 但这位老工人 面对强敌 毫不畏惧 命死不交 敌人逃跑后 等我们的同志回来 史云浦才把自己埋藏的工具挖出来 给大家抢修线路 仓土车站很快通了车 为了在运动中 歼灭廖耀乡的西境兵团 根据上级指示 我们必须暂时撤出张武 郑家屯分局长廖施权 在张武亲自组织撤退 疏散车辆 他首先组织人力 将一千多名伤病员送上火车 转移到通辽 又将在干旗卡收容的四百多伤员 及调队人员的行李 物资用四五个列车运到通辽 撤退工作做得井然有序 直到十一日早晨 敌人的枪弹已打到张武车站 廖施权才乘一辆轨道摩托车 离开张武 张武电务段的员工 撤退前秘密地藏好器材备品 撤退到干旗卡后 立即装置好交换台 接通了电话 当时铁路电话不单单是铁路使用 更重要的是供军士指挥用 电话交换台设在一所地主院落里 以迷惑敌人掩护自己安全保密 那时不仅要和公开的敌人斗争 还得同看不见的敌特坏分子做斗争 交换台刚安装好 敌机就来轮番轰炸 但是我们的电话员在敌机轰炸扫射下 仍坚持工作始终保持电话畅通 电话线不知被炸断多少次 电务工人们冒着危险一次一次接通 电话交换台不知搬了几个地方 但是通信联络始终没有间断过 10月15日 锦州解放了 接着 前方胜利喜讯不断传来 10月28日 辽西会战全监料药香兵团 11月2日 沈阳 引口宣告解放 历时52天的辽省战役胜利结束 东北全县10940公里的铁路 至此全部回到人民手中 伴随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 东北铁路员工们欢天喜地 庆祝东北全境解放 同时 他们又提出响亮的口号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把火车开到北平去 开到南京去 开到广州去 辽省战役的炮声刚停 曾与解放大军并肩作战的东北铁路员工们不待休息 不顾疲劳 来不及与家人告别 又投入了新的铁路运输工作 11月上旬 沈 杨 山 海关 现开通以后 他们开着火车 拉着器材 跟随东北野战军 浩浩荡荡荡进关了 当时在铁路员工中流传着这样一支歌 穿过山洞 穿过铁桥 不分黑夜和白天 越扑越长 越扑越远 千山万水 莫阻拦 枪炮人马 粮食被俘 海水一样送到前线 前方后方 连成一片 绿灯时时保平安 嗨 嗨 嗨 路程在我们面前缩短 我们绝不错过时间 不管黑夜 不管早晚 火车头吼叫着 一直 一直 一直地冲向前 唱着这支豪迈的歌 英雄的铁路员工 越过平原 越过山川 走遍解放了的祖国大地 在东北分管铁路运输 决定了我后半生 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 1949年3月 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 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我从东北来参加会议 会前分别看望了中央的领导同志 我去毛主席那里时 他正在服安阅读文件 见我进来 劈头就说 你写的文章 怎样办好铁路 不错呀 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事情是这样 1946年春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以后 我分工管后方运输供应 之后 即专管铁路工作 当时 日本是机车轮程制 苏联机车是包程制 各有长短 经过在两个机物段的对比试验 实践证明 包程制在当时比轮程制优越得多 我便以此为参考 写了一篇 《论乘务负责制》 发表在《东北日报》上 想不到毛主席在指挥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紧张工作中 对报纸看得这样仔细 其实我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 毛主席讲不错 无非是对我的鼓励 于是我说 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 毛主席微笑着说 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吗 七届二中全会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开得很成功 毛主席在会议上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式 提出了我党一系列重要的方针 政策 同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致赞成毛主席的讲话 建国以后 我在铁道部工作 直接受毛主席教会的机会 就更多了 他外出视察时 往往把途经地方的负责人 叫到火车上来谈话 有时我也在场 他对来的人非常亲切 不是面对而做 就是拉到身边促息交谈 气氛十分活跃 但对该提醒对方注意的问题 他是从不放过 在大跃进时 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不少同志都有些头脑发热 毛主席很早就提醒我们注意 1958年去天津的火车上 毛主席和别人谈话结束后 回过头来问我 你那个两万公里铁道修得了吗 是不是把人家修的 也算了你的 我当时的头脑也是很热的 回答说 没问题 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 我看修五千就不错了 后来确实像毛主席讲的 没能超过五千公里 1958年庐山会议以前 毛主席又一次提醒我们 要冷静从事 一天 他把我和其他部的几个部长 找去了解交通运输 和铁路建设上的情况 听完我们的汇报以后说 你们这也大半 那也大半 我看最后都是小半 毛主席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 谈起话来 经常引用历史上的典故 有时也把自己摆进去 记得高饶事件发生前 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有许多同志发了言 有的还做了自我批评 毛主席最后说 犯错误 都是难免的 我们都有 随即说 在座的有人可能还记得 我们刚到陕北时 争粮重了 老百姓不满意 1942年 有个县委书记 打雷时出殿死了 在一次集市上有人讲 雷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 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 我不赞成 群众对我有意见 说明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不够吗 我当时几夜睡不好觉 反复想这个问题 以后提出自己动手 丰衣足时 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也改善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接着 毛主席举了第二个例子 他说 到陕北时有人议论 张国焘 毛泽东 谁的学问大 有的说张国焘学问大 既然群众有议论 还是应该注意吗 我又发愤读了一些书 毛主席说 这些话的走后 态度很从容 语调很恳切 对我的教育很大 至今还因为借鉴 毛主席对铁路事业 是很关心的 每次乘火车外出 都要抽时间同击物 乘务人员谈话 鼓励他们做好工作 1964年 陈坤铁路未动工之前 毛主席就一再说 那里有广大群众 有没有铁 陈坤县是大三县的主要干线 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 不然我睡不好觉 动工以后 尽管困难很多 但进度较快 如果不是后来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可以预期提前完工 结果推迟了两年 才勉强完成 毛主席对我个人的关怀 更是终生难忘的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政治局在杭州召开的一次 扩大会议上 林彪硬说 彭真 林峰 和我结成了反他的小集团 名曰《桃源三结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 要保吕正操 并由周总理 亲自到大连 向林彪传达这一指示 然而 林彪表面答应 背后却火同江青 陈伯达及其顾问康生 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对我进行围攻 揪斗 造谣诬陷 切而制造假案 欺骗中央 把我非法关押起来 直到1974年 在毛主席只是限期八一见报的情况下 我才得以恢复自由 在西柏坡 我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 不久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所见到的周恩来同志 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是忠心耿耿 任劳任怨 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都出色地完成党和毛泽东同志委托的各项任务 同时 他一直置身于群众之中 有功不拘 有故不为 在他的身上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 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传统好作风 周恩来同志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 但是 在具体工作中 在日常生活中 他又是以极为平凡 极为质朴的身份出现的 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 但又诚恳亲切 循循善诱 从不训斥 凡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 都会感到心情舒畅 工作起来有信心 有干劲 多年来 不论在大小会议上 他都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各方面意见 让人把话说完 对别人提出的问题 都认真解答 自己不懂的 就不耻下问 周总理 还善于启发别人提出见解 说对了 他就欣然一笑 表示赞许 周总理的知识 是非常渊博的 但在群众面前 既是学而不厌的学生 又是惠人不倦的先生 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 毛主席的 幻西沙 词尚未发表 我和赵尔路等 几位同志 看到传抄稿 其中长夜南明赤县天的县字 物抄为玄字 大家都看不懂 叫我去请教周总理 周总理 说他也不清楚 事后 周总理找到毛主席原稿 使之传抄有误 随即打电话给我们 知道我们在午休 就写了一个便间 送到招待所给我 昨晚被你考住 京城与范若鱼同志谈 将赤玄天勉强解释为 赤日当空 赤日玄空的意思 并托尔路同志转告 献取岳主席诗词原本 方之为长夜南明赤县天 并非赤玄天 赤县神州 大家懂得 字不费解 想以电话告 是你午睡 便以书带话 并望转告而录 一直短肩 意味深长 从这一件小事中 也能看出周恩来同志 是多么谦逊诚恳 对同志 是多么体贴入微啊 周恩来同志得尊一代 公垂千古 他把毕生经历 无私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忠心爱戴和永远怀念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决定成立军委铁道部 滕代远任部长 我和武今天任副部长 以东北铁道部和华北交通部合组军委铁道部 会后 我即赶回哈尔滨 决定由东北铁道部 抽调干部名单 于四月初回北平 成立军委铁道部 我负责专管运输工作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军委铁道部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我仍任副部长 分工管运输 195年10月 我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我兼任抗美援朝运输司令员 抗美援朝结束后 改为兼任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没有管实际工作 是挂名职务 1956年8月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 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8年下半年 滕代远因病疗养 我代行部长职务 1962年下半年 滕代远因病离职 我代理部长职务 1964年8月 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 决定我到西南修铁路 负责西南三线建设工程 当时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 李景全任总指挥 我任副总指挥 1965年1月 全国人大代表会议 我被提名任铁道部部长 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 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